人文讲堂 有人说法律像空气 法律很重要 可是我们却经常忘记它的存在 几千年来人类社会早就已经制定法律 因为法律是幸福生活的保障 人们在平常时候没有感觉它的存在 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对它有感 所以法律从来不是冷冰冰的法条 更不是厚重的六法全书 法律是温暖的 它的温度需要被大家理解 也需要大家共同参与 司法院李太郎秘书长将来告诉我们 法律如何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 欢迎李太郎秘书长 我先问一个问题好了 借钱要不要还钱 认为借钱要还钱的举手 借钱不还钱那也得了 天下不是乱掉吗 那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摩甲这个人 他到法庭上去告摩尼 他就跟摩尼 他就跟法官讲说 这个摩尼当初急着要用钱 来跟我借钱借一百万 我就把藏在床头里面啊 床下的所有的钱啊 都拿出来 让他紧急去用 因为我们已经三十几年的好朋友啊 所以他就拿去用 结果他现在都没有还我 所以请求法官判决他还我 法官就问这个摩尼啊 说你有没有跟他借钱 摩尼说没有啊 法官你看我长得这么帅 就知道我不会跟他借钱啊 法官就问摩甲说 你说尼跟你借钱 你有什么证据吗 这个假说 我那个钱都私房钱 大部分都放在床脚下 有一些呢 放在枕头边 我太太都不知道 我以为说 我们两个是那么多年的朋友 他又那么急着要用钱 我就赶快把他钱挖出来 就交给他了 我也没有叫他写借据 没有什么证据 天知地知 如果这个摩尼否认的话呢 不然呢 去把背好了 请问如果你是法官 你会判决 摩尼要还这笔钱吗 认为会的请举手 没有 是不是 老天也知道有借钱 但是因为在法庭上没有证据 所以作为一个法官 一样要把原告驳回 所谓借钱还钱是 有证据证明借钱 就要还钱 这个在现代社会 跟过去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懂得法律以后 在我们做各种事业 你就会知道 有些重要的证据是要保留的 那在现代的社会 作为现代的人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 那就是法律 那我们可以这样想 我们每一天 食衣住行 娱乐 譬如说我们早上 起来以后出门 要去上班 你要先去买个早餐 搭公车 那进办公室 做你的工作 晚上回家跟家人相处 那先生太太的相处 这个父亲 母亲跟小孩的相处等等 这每一样 都在法律的支配之下 譬如说我们买东西 要如何来付钱 碰到这个东西坏掉 要如何来阻断权利 我们一样的道理 搭乘各种的交通工具 我们要买车子 买房子 那买股票 或者是其他各式各样的 社会的生活 没有一样可以脱离法律 这个跟古代是非常不一样的 古代人吃的 穿的 用的 都自己来 稻子自己种 这个衣服自己织 然后这个吃的 全部都自己来 所以它跟法律的关系 是比较没有那么密切 但是作为现代人 每一样都跟法律离不开关系 有人说台湾的法律 多如牛毛 多到不行 大家可以想念得到 立法院每一天通过多少的法条 各个行政机关 根据立法院所规定的法律 又制定了多少多少的行政规则 其实台湾的法律远比牛毛还多 不过我们可以这样子说呢 虽然法律多如牛毛 但是万变不离其中 我要请教大家 有没有看过这只动物 没有 都没有看过 没有看过是当然的 因为这只动物现在你看不到 这是一只神兽 古代的神兽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大家注意看 它有一只脚 那这只脚是做什么用呢 这只脚呢 是用来把这个不正直的东西 把它顶掉 像独角骰骨 像犀牛一样 它有一只脚 虽然我们现在看不到这只 但是我们还可以在 宪兵的背章上面 还可以看到这只神兽的图样 那凡是不正义的东西 这只神兽呢 它就知道说 哪一个人做了坏事 哪一个人做了不正当的事情 它就会用这只脚去把它顶 把它除去掉 这个是代表法律的一个 基本的作为 这个字 认识这个字的请举手 很复杂的 也没写过 好像也很少人看过 这个字呢 就是现在的法律的法 这个字啊 我们把它拆成三个部分 可以看 它左边是一个三点水 水是什么呢 水就是公平 水呢 平静无泼的水 就非常非常的平 它代表一种公平的精神 那第二个呢 中间的字 就是我刚刚给大家看的那个图样 就是那一只神兽 它是可以来判断 什么事情是对的 什么事情是不对的一只神兽 那判断完了以后呢 要怎样呢 右下角 它是一个去 去的意思是说 把这个不公平的事情 一定要把它除去嘛 所以呢 法律呢 包含了这个三个重要的要素 要是公平的 第二个经过判断以后 如果是不正直的 就要把它除去 这个是所有的法律 共同的特色 共同的本质 这个图呢 我想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 这个是西方的正义女神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正义女神呢 左手呢 拿了一个天品 右手拿一把剑 天品呢 代表什么 就是公平 也是我们现在 各个执法机关 共同的一个符号 用天品代表公平 那么右手呢 是一把剑 换句话说 当某件事情 不公平的时候呢 就要用强制的力量 用武力 要把它去除 那么这一张的正义女神呢 可能跟大家过去看的 正义女神的这个图样不太一样 就这一张的正义女神的图样呢 它没有蒙眼睛 我们在市面上 大部分看到的正义女神呢 都是蒙眼睛的 为什么蒙眼睛呢 最早的 人类对于正义的要求 对正义女神的要求 是希望她蒙着眼睛 不要被她的眼睛所获 不要看到帅哥美女 就认同她 都不要看到 这样就会更公正 法国大革命以后呢 认为法官不应该是这样子 法官呢 不应该藏在这个 深宫里面 他应该呢 站出来法庭呢 跟当事人 直接对话 直接听听看 当事人讲什么话 直接看看正人的眼睛 有什么样的 变化 在中国有一句话说 要 观起毛指 人焉受灾 就是我看你的眼神 我就知道 你到底有没有在欺骗 所以后来的观念 就是法官的这个 在判断 他就把这个 眼睛要打开 要很清楚地看清 这个事情的一切 那我们可以从前面这样看 不管在中国古代 透过这支神兽 来判断 对或错 或者是西方透过神 来判断 他都具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一个精神 也就是说 他希望透过一种 公平的一个规定 然后透过一个判断的程序 然后呢 如果有不正直的 不正当的 我们就把它除去 恢复公平 恢复公平 这个是一个法律呢 共同的一个本质 我们常讲一句话说 这个 勤理法兼顾 是不是 常说法律不碍人情 这个好像呢 法律呢 是不讲人情的 所以才有法律不碍人情 勤理法 法在最后面 那这个地方啊 我要跟大家来 绣一张这个图样 这个是狗渣 有人用这个狗渣这个 来形容宜兰人的性格 为什么呢 外能内人 我认为呢 狗渣这个呢 可以来说明 法律的精神 法律的 法律的 一个本质也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 法律我们看起来呢 法条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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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 冰冰冷冷的 对不对 但是法律的每一条内容 其实是充满热情的 充满热情 这里面呢 它是把人世间的 所有的人情 势力 所有的不同的观念 所有的价值的衡量 都用法条给它规定下来 所以 它是非常兼顾 人世间的道理 跟感情的 所以它内部呢 其实是充满热情的 我住在宜兰 很偏向的地方 宜兰圆山 可能大家有去过圆山 但不知道这个地名 但你要去福山植物园呢 一定要经过我家 被征收的土地 去圆山植物园的 福山植物园的那条路 我就在路旁 很山区 所以其实我们从小 也没有什么法律背景 但是因为大学考上 就考了法律 我第一天接触到法律 我就被法律吸引了 法律吸引了 每个条文 你很仔细跟它读 你会发现非常有趣 充满了古人 现代人的智慧 都集中在这里面 因为我自己非常有兴趣 所以算运气也不错 大学毕业 考上研究所 又考上法官 后来去福安兵役以后 就担任 先担任检察官 在台中担任将近五年的检察官 后来就担任法官 就不一样 两边不一样 担任法官以后 我们在台中地方法院 就跟很多志同道合的法官 推动很多的司法改革 因为在过去的法院审判 其实他审判独立是比较欠缺的 譬如说过去在法官判决书写完以后 他不能直接宣判 他要给院长先看过 院长看过核定了才能够判 但是这样的一个制度是很有问题的 就一开始跟大家提的 我们希望法律像水一样的公平 不管你的身份地位 不管你是有权有势 或者是平民百姓 只要在法律面前 大家都是平等的 所以法官要能够很独立 法官很独立 不受任何的干涉 不会说因为来自于长官的 来自于党派的 来自于其他的特别的因素来干扰 让他心像水一样很平地来判断 所以我们就推动了很多的司法的改革 譬如把这个裁判书就把它废除掉 我们推动我们宪法的司法预算独立 等等等 后来因缘继位 我就到司法院担任人事处长 也到高等法院担任法官庭长 最后到法官学院担任院长 然后来在这里当秘书长 一路走来 我觉得一开始都是命运的安排 后面都 当然因为基于我对法律的兴趣 还有受到法律的感染 一步一步地这样子走过来 那当然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法律 范围是更广 这随着现在社会的进步 进展 现在的法律跟以前的不一样 以前大概就是规定一些买卖东西 买卖的问题 借贷的问题 租房子的问题 顶多结婚的问题 遗产的问题 等等等 现在的法律已经日新月异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 现在的法律比以前更加的复杂 也就是说整个法律也都在年轻化 透过因为网路的问题 电子通信的问题 那么整个地球呢 人类的接触呢 都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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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现在你随时可以跟地球另外一端的美国的朋友 俄罗斯的朋友 或者甚至于在阿拉伯的朋友 马上就可以通讯 视讯 马上可以看到 马上可以做胜利 可以沟通很多的观念 所以现在的法律呢 是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年轻 而且越来越科技 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趋势呢 对于年轻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一般觉得说好像读法律啊 或者是了解法律都是法官的事 其实不是 在现代的社会 每一个人都需要了解 那尤其是 现在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人 那透过法律的了解 那你可以保护自己 你可以改造社会 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愿意分享一句话 前面这一句 可能大家都很熟悉 这个是法国的一个哲学家 培根 他也算是科学家 他讲的知识就是力量 在他的那个年代 大家都没地心 没地心 生活觉得很黑暗 所以他鼓励 人们要吸收很多很多的知识 那么有了知识 你可以自己生活得更好 你可以改造社会 你可以造福人群 所以他认为知识就是力量 在现代的社会 知识一样是力量 你收集越多的资讯 你就掌握越多的力量 我想这个大家都能够清楚 现在很多的大型的公司 在收集各种的资讯 所以它可以造就很多很多的产品 咱们说我们去百贵公司 到百贵公司 那么多的衣服 那么多的衣服 现在的科技业者 就在每件衣服上面 都下了密码 哪件衣服 客户最喜欢去摸 被摸的频率最高 他就透过电脑统计以后 他就知道这个衣服 是最具有卖相 他是透过这样来的 不是说像我们传统 圆节叫卖 不是 那公司就根据这些数据的资料 收集起来以后 他就可以制造客户 所喜欢的产品 这个就是透过知识 就产生他的力量 产生他的力量 这个是在现代社会 更是如此 那善用网络的 科技设备的人 当然更能够做到 但是作为一个现代人 除了收集很多很多的知识 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财富 影响力之外 一定要体认 它其实是一种责任的 我们有了这个知识的目的 在哪里呢 就希望能够改造社会 是不是 我们讲说科技呢 是来自于人性 其实科技是为了服务人性的 我们累积了很多的知识 就希望我们周遭的人 能够更好 那我想这个对于 许多的年轻人来讲 是更加的重要 更加重要 我简单地 把前面再作为一个回顾 就是说 不管是古代或现代 这个法律呢 它都是公平的 都要求公平的 所以在古代说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那现在是 法律之前人很平等 所以这一点来看 古代现代的法律的精神 是一样的 但差别在哪里呢 在判断 如何来判断到底是公平不公平 古代就透过神的方式 譬如说这只神兽 这只神兽说 谁是对的谁就是对的 谁是错的谁就是错 那在西方呢 她就是一个女神 她就用神 但是现代的社会 用什么来判断呢 用人来判断 活生生的法官 用证据来判断 这个判断的过程就是司法 所以作为现代人 一定要了解司法 譬如说我刚刚一开始提到说 我们在生活里面 都会跟法律结合在一起 不管你去买东西 买车子 买房子 租房子 或者是投资股票等等等 这些 或借钱给别人 或跟人家借等等这些 那这些呢 将来如果有纷争 很重要都要经过判断 就要有证据要判断 这个就是司法 那我们司法院呢 最重要就是在负责这一块 负责如何判断 哪件事情的真相是怎么样 哪个人是对的 哪个人是错的 然后呢才根据法律 给他一个效果 那么我们希望呢 透过我们很多的活动 让社会呢 了解司法 因为我们一般人呢 听到司法 听到善意 听到法官 大家就肯定都冷气 甚至有一些排斥 但是在作为现代的人 一旦有纷争 不管你是民俗的 行俗的 行政的 他要说 开车叫高中建策法制 你不落 你也要去去法官 法官可以给你最后的公平 所以认识司法是很重要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透过各种的途径呢 来跟社会进行对话 那我们呢 也透过演戏 让民众了解一些法律的概念 我还看有 我们现在台湾一些本土剧里面 你说 哇 哎呀 我的房价 房器 地器 怕不去怎么做 我的所有款争 如果没去怎么做 没关系 所有款争 如果没你再申请就有了 但是在古代的时代 以前不是这样子 以前你的房子 土地的权利的证明 唯一的依靠就是那个房器 地器 所以你没有了 好像你财产就没有了 现在已经不是了 但是我看 我们还有一些 戏里面还在演说 房器 地器 怎么样 就像说你交通 驾驶执照丢了 国民身份证丢了 很紧张一样 现代人是不必紧张的 丢了丢了 我再申请补发就好了嘛 有什么好紧张的 没有什么好紧张 所以我们透过很多戏剧 把作为一个现代人 必须具备的最简单的法律概念 在戏剧里面来呈现 我们有一个司法院的LINE的生活圈 就LINE上司法 我们这边右边有一个QR Code 大家可以拍照扫描 叫QR Code就可以进到司法院 这里面就有很多的知识 我们也一样有一个 自己架设一个网站 譬如说很多人看到法官 就觉得说 这个法官这样冷冰冰 很不可亲近 我们为了让民众了解 法官就是这样子 法官就像你我一样 他有跟我们相同的感觉 共同的生活 他的一天 让大家更充分地了解 当然要参与司法 最有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当国民法官 将来重大的案件 有六位国民跟三位法官 一起来审判这个案子 因为在司法院的立场 我们希望建立一个 温暖而且有人性的司法 这一点是我们很重要的目标 我们希望将来的法庭 能够更有人性 譬如说我们希望 每一位法官都学着会倾听 当事人的意见来处理 每一个人 不管你是当原告 不管你是当被告 在法庭都可以受到该有的尊重 所以像以前到法院开庭 讲话都要站着 现在司法院就要求 到法庭开庭都可以坐着 除非你硬要站着 法官也不会把你压下去 所以你一定要坐 原则上你就可以坐着讲 一般来说 坐着我们心情就会放松 比较不会有压力等等 那么我们希望 每个人到法庭上来 都能够受到该有的尊重 作为一个从事法律工作 三十几年的一个法律人来看 我最希望我们的社会 把手法当成一种习惯 变成它的人格 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人格 它变成一个文化 所以当这个手法成为一个习惯 人格文化 那么台湾的社会将会非常地自由 安全又美好 谢谢大家 我是吕泰郎 人类社会随时段改变 法律也应该不断地与时并进 这些改变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参与 感谢吕泰郎秘书长 让我们看见了司法的温度 也让我们知道接近司法的方法 让大家对于社会的期待 转化成行动成为改变社会的力量 谢谢吕泰郎秘书长 人文讲堂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